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佳节及农历兔年 后离区公所以内普庄异常作为主轴 串联周边公园及绿地等四个地点 利用了LED造型灯光打造出缤纷的灯饰 像是在公所听设外头就透过各种光线勾勒出古迹的外观 在夜间呈现出独特的建筑美学 另外还有六米高的圣诞树以及兔子主题的灯饰董等 都在夜空中闪闪发光 也成功吸引不少民众先来拍照打卡 悠扬的萨克斯风吹奏出经典歌曲为活动热闹揭幕 紧接着在倒数声下众人一同合力点灯 六米高的圣诞树在黑夜中闪闪发光 一旁还有各种兔子主题灯饰 缤纷闪耀 也成功吸引不少大小朋友前来拍照打卡 对很有圣诞节过节的气氛这样子 然后搭配这个我们后里公所也是一个古迹这样 搭配起来我觉得很有意境这样 兔年又来了 然后又有一个这个兔的意象 然后又是圣诞灯的气息 感觉非常 好像后里感觉很有活力那种感觉 为了让民众提前感受岁末年中的圣诞佳节 及新年气氛 后里区公所特别以日治时期保留下来的办公厅设 内谱装一场为主轴 串联周边公园及绿地等四个地点 打造成夜间光影造景 除了塑造迎兵气息外 也成为地方上的观光新亮点 我们除了公所以外 还有我们的四号公园 运动公园 再来是敦西里的这个社区小公园 这四个地方我们布置了 有我们的这个灯光 配合地形 树木来做特殊的造型 我们选择了四个地方 来做这个灯光的这个工程 希望迎合这个年节的气氛 让我们的后里更美 透过各种LED光线 勾画出古迹的外观 在夜间呈现出独特的建筑美学 相当吸睛 GOSO也表示 夜间光影造景活动 自即日起一路持续到明年2月底 每晚5点半到11点半前 都会持续亮灯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来赏灯游玩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